- 夢幻男神賈斯汀 -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頭 - 我是同事天菜夢幻男神賈斯汀 - 我們是大甲玉頭 - 好不順喔 - 我們今天要聊什麼主題呢 - 不知道隨便啊 - 你想聊什麼講什麼啊 - 不想講話我就... - 看什麼發呆啊 - 我也跟班人家 - 我們看著鏡頭十分鐘可以 - 好 我們今天要聊當兵的事 - 可是...你當兵有什麼好聊的? - 當兵有的都可以聊啊 - 真的嗎? - 我當了一年耶 - 喔我當兵那陣子也是蠻辛苦的啦 - 你當的不是兵 - 我當的是兵 - 叫做補充兵 - 所以那不是兵 - 補充兵也是兵 - 誰要說兵啊 - 補充兵也是兵啊 - 我也要上戰場欸 - 真的啊? - 我要去送頭啊 - 好殘忍喔 - 現在是對的嗎? - 我不知道他們將跟我講 - 我要去送...送頭啊 - 所有頒獎跟你講喔 - 我要叫招耶 - 我叫招...半天喔 - 你叫招是五天對不對? - 不知道想改了 - 是不是改了 - 我不知道啊 - 我叫招是半天啊 - 那你為什麼要當兵兵? - 因為我有特權啊 - 你說... - 提琴嗎? - 呃...不是 - 我那時候還蠻瘦的 - 我家裡就是... - 比較... - 清寒一點 - 不好意思喔 - 我們家中低收入戶 - 所以我可以只當12天 - 那你怎麼還可以買房子? - 欸...這就是另外一段勵志的故事了 - 其實我們之前有拍片給大家看過 - 大家記得去 - 不是因為騙到一個人嗎? - 這就是勵志的地方 - 你需要的不是努力 - 因為...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- 就像那個投胎比投資還重要是嗎? - 是嗎? - 一樣的意思嗎? - 對,就是這個概念 -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- 你真的不想努力了 - 要做好選擇 - 找個工具人 - 任勞任怨的賺錢的那種 - 這樣好處好像你拿去耶 - 嗯 - 好處都是被你站住 - 你少在那邊放這裡掛你名下 - 所以你當的是什麼兵? - 人家當然是海陸 - 海...海陸可以這樣嗎? - 都退這麼久了,退幾年了你 - 這麼瘦捏 - 我退幾年了 - 你是小奶耶 - 你看... - 你正在看看大奶主罐了 - 那是假的啦 - 他替代義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這個世代真的是... - 嗯... - 跟你講我們去比賽拉單槓看你去輸 - 這個世代真的是物極必反你知道嗎 - 那你當海陸你有什麼害怕的事情嗎? - 我記得那個時候啦 - 因為他是要先上... - 他要到中立火車站集合 - 嗯... - 然後再一起搭遊覽車還是... - 火車 - 搭火車 - 搭超久 - 哈哈哈 - 到中立火車站搭公司幹嘛 - 從中立搭到... - 搭好像高... - 高雄左右 - 高雄或屏東 - 潮州 - 好像直接搭到屏東那樣子 - 嗯... - 對然後再上遊覽車 - 因為他那個時候看起來就是... - 非常的太弱自然 - 他一點都不害怕 - 可是我超緊張的 - 啊不是啊都... - 啊就遇到了啊 - 怕什麼 - 啊那你一點害怕的感覺都沒有啊? - 其實真的會怕的時候是進進去的時候 - 怕什麼? - 真的來了 - 就是那個你真的要躺兵的那種感覺 - 我說我說我說 - 就是在洞口 - 然後18公分然後... - 真的來了 - 真的來了 - 你不要害我被黃標請問 - 好啦... - 好啦... - 那時候就會有一種... - 完全不能夠逃避的感覺啊 - 嗯... - 就是你真的已經進來了啊 - 而且那一陣子發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 - 因為... - 我就一直... - 他上車之前我就跟他講 - 你有機會打電話給我 - 你一定要打電話給我 - 我不會了 - 你想你 - 然後... - 他上車之後我都開始超緊張 - 因為我真的很怕他在軍中被怎麼樣啊 - 被輪... - 所以我每天都超緊張 - 我就在等他電話 - 然後... - 因為軍中只有一種電話 - 叫做公用電話 - 那個時候啦 - 對 - 然後公用電話打到手機 - 就絕對是5號嘛 - 然後... - 我在等他的電話 - 他上邊了兩個禮拜左右 - 到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- 我同事就說 - 誒 為什麼你每次有電話都不接 - 然後我就看著他 - 他說未知號碼 - 我就不想接 - 然後我就... - 不接 - 後來想... - 然後就接起來 - 然後我一接起來 - 就是他 - 大頭就說 - 為什麼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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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對不起... - 你會不會很累... - 會不會很差... - 會不會快死掉了... - 他說... - 呃...不會啊... - 那你兄弟有沒有長大... - 沒有啊... - 那你腹肌有沒有長大... - 沒有啊... - 那你小鳥有長大嗎... - 什麼小鳥有長大... - 對... - 然後他就回我... - 一樣悲劇... - 然後... - 然後我就... - 然後我就... - 然後我就馬上當下... - 我就說... - 喔... - 掰掰... - 掰掰... - 就跟他講講話講完... - 我就... - 原本一顆星選在那邊啦... - 但... - 後來就覺得還好了... - 嗯... - 只是說那個時候... - 分離的時候會比較... - 辛苦一點... - 就是感情上比較辛苦... - 但其實也還好... - 因為我其實都在工作跟上課啦... - 我覺得你應該覺得滿自由吧... - 也還好耶... - 就是少了一個肉便器... - 所以我對你來說只是肉便器囉... - 當時... - 那個時候我二十歲耶... - 我看到任何洞都會有慾望好嗎... - 我不要一直倒背在這邊啦... - 好啦... - 那你當兵的時候... - 你後來去當兵... - 因為當兵我就沒辦法參與嘛... - 那你當兵的時候有什麼有趣的事發生嗎? - 嗯... - 背對背大便算有趣的事嗎? - 噁心的事... - 呵呵... - 可是你這輩子... - 有什麼機會可以跟陌生人背對背大便... - 而且是在野外... - 挖一個洞... - 是沒有啦... - 對啊... - 因為很荒謬... - 為什麼你們要去野外? - 因為那個啊... - 下基地啊... - 下基地是去哪裡? - 嗯... - 去... - 換你叫野外... - 搭帳篷啊... - 有WIFI嗎? - 行軍啊... - 那個都是製造型手機... - 啊... - 沒WIFI... - 這樣不能打卡耶... - 呵呵... - 然後呢...行軍... - 行軍要做什麼? - 就是走...走...然後... - 一直走... - 那為什麼要跟人家一起搭便? - 因為我們行軍要住在外面要搭帳篷啊... - 然後外面是沒有廁所的... - 所以我們必須挖自己的廁所喔... - 你說挖自己的廁所就是在地上挖一個洞嗎? - 在地圖裡面挖一個大洞... - 那你們尿尿到站著尿還是... - 蹲著尿啊... - 站...站著啊... - 站著尿到那個洞... - 對啊... - 然後大便箱都蹲著... - 對啊... - 欸... 那個大洞滿出來怎麼辦? - 應該是還好吧... - 那要是有人踩到怎麼辦? - 喔對... - 我們晚上的時候有一個人真的... - 不小心掉下去... - 他好像一隻腳踩下去而已啊... - 那起來嗎? - 可以啊... - 可是如果你挖得夠深的話可能會起不來耶... - 他一隻腳踩下去... - 不是整個人摔下去而已... - 一隻腳踩下去... - 晚上的時候... - 因為他如果夠深的話... - 一隻腳踩下去... - 他另外一隻腳就撐不起來啊... - 而且他... - 如果是挖的的話... - 就代表他塗夠軟... - 沒有他塗很硬... - 他塗很硬喔... - 所以挖很久... - 喔... - 那你尿尿尿不會是濕掉就軟了嗎? - 我沒踩到... - 你不要問那麼奇怪的問題耶... - 你們這麼好奇... - 你們去露營自己挖一個... - 你們這樣真的喝得不夠多... - 喝什麼... - 水啊... - 當兵不是都會有乖乖水嗎? - 我知道耶... - 大家都這麼說... - 那你喝... - 你喝... - 當兵的時候的水... - 你難幾天真的有騎棒嗎? - 你沒什麼注意耶... - 我真的覺得... - 當兵... - 因為乖乖水一直是傳說對不對? - 就是有人說在... - 營區裡面喝了水之後... - 你就不會有慾望... - 好像是... - 為了讓你乖乖水就乖乖水... - 然後一開始我就想說不信息耶... - 我這種變態的人... - 我們再登錄這句話... - 欸我這種變態的人... - 欸我這種變態的人... - 在一堆難題之中... - 我怎麼可能會沒有慾望... - 結果我... - 去當了12天中... - 我真的一次都沒有... - 你確定不是因為你感冒嗎? - 我燒到39度... - 但我前面真的... - 至少5天以上我都... - 喝了那個水... - 然後我都完全沒有... - 任何的慾望耶... - 可能跟環境有關係吧... - 緊張嗎? - 我不緊張啊... - 我補充病耶... - 我什麼... - 我做的最辛苦的事情... - 就是奇力蹲下... - 我連伏地挺身養物請坐... - 一下都沒做到... - 這次影片散播出去... - 要是我被叫召回去的話... - 我會不會超個半殺... - 那時候沒讓你做... - 現在就算你做了... - 那你當時有遇到你的同梯是... - 同志嗎? - 沒有捏... - 就算有他應該也不會跟我講吧... - 真的喔? - 因為我們那時候... - 那時候我們還沒拍影片... - 可是如果你長得那麼帥... - 我就會跟你告白啊... - 裡面光頭誰是帥的... - 大家都很可怕... - 你不覺得嗎? - 不一定啊... - 如果張曹璇的當兵... - 我相信他也是最帥的... - 好喔... - 可惜你就長這樣... - 你還不是愛不釋手嗎? - 沒有... - 他當時剃平頭的時候... - 真的很恐怖... - 然後... - 我完全不敢靠近他... - 他就這樣... - 你給我親... - 親一個... - 親這裡... - 然後我就... - 我不行... - 你如果愛我... - 我不愛我... - 我不愛我... - 我不愛我... - 然後... - 真的有一個人是gay... - 當時他就是... - 一直就是說他不是... - 因為很多人問他... - 他就說他不是... - 那我想說... - 喔... - 他說不是就不是啊... - 我就想說... - 個人意志嘛... - 你說不是就不是... - 然後後來... - 我輾轉在一些群組有看到... - 那個人... - 那個人... - 在兼職... - 統治按摩... - 就是... - 某些群組... - 現在... - 賴群組真的是成長廣大... - 然後我就輾轉得知... - 我想... - 喔... - 他當初說他不是耶... - 結果他做統治按摩... - 嗯... - 評價還沒有很好... - 嗯... - 搞不好怎麼不是啊... - 喔... - 就是... - 那個... - 那個什麼... - 那個什麼... - 為了錢當統治... - 喔... - 所以就是gay for pay耶... - 就是... - 他可能也很辛苦... - 對,我覺得就是還蠻有趣的耶... - 就是... - 因為我其實當兵的時候... - 現在短短12天... - 你也沒辦法跟... - 太多人交信... - 所以我也沒有跟誰... - 說什麼... - 欸...我跟你講... - 我快結婚了什麼... - 所以也不可能... - 就是那個時候也不可能... - 就也沒有想過這件事... - 所以... - 我當時也沒有跟任何人出貴... - 嗯... - 那其實現在還蠻多人... - 像雞丁... - 理想混蛋的雞丁... - 他最近人入伍啦... - 嗯... - 那其實陸續續都還蠻多... - 小朋友就開始要入伍的... - 以一個海陸大前輩... -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... - 即將入伍的阿兵哥說呢... - 如果你們想要看到別人裸體的話呢... - 千萬不要驚訝總會跟別人分開時間洗澡的之物... - 對...我當時是打飯班的... - 然後我那12天都是打飯班... - 所謂的打飯班就是... - 他們吃完晚餐... - 你要去洗碗盤... - 嗯... - 結果他們吃完晚餐是回去洗澡... - 所以我回去洗澡的時候... - 那個就是空蕩蕩... - 完全沒有人... - 只有打飯班... - 後來... - 因為我發燒了... - 我... - 就不用打飯... - 我吃完飯我就跟著他們回去洗澡... - 喔... - 喔... - 喔... - 天堂... - 看到什麼... - 天堂... - 白鳥圖啊... - 它是... - 火深深的在你眼前... - 我那個時候已經發燒頭痕暈... - 然後走進去就覺得... - 喔買尬這裡是天堂... - 這裡是天堂... - 我已經... - 我還活著嗎... - 我好快樂那一天... - 好快樂... - 然後後來... - 你這樣一七天看到會覺得很不舒服嗎... - 後來我... - 發燒已經... - 要退了... - 然後我還是要裝死我就跟他說... - 班長我腦好不舒服... - 我感冒我發燒... - 可不可以讓我... - 不要打飯了... - 不行... - 你就是要打... - 打飯... - 口袋好... - 所以我... - 那十二天我只看過那一次... - 真的... - 我給各位補充面的建議就是... - 千萬不要去打散散... - 那你那個時候洗澡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情境... - 是像... - 是像那個電影演的一樣嘛... - 就是走進去... - 然後那個四周都是那個水龍頭... - 然後大家就是... - 排排站得起嘛... - 蓮蓬頭啦... - 蓮蓬頭... - 嗯... - 我剛剛講的... - 水龍頭... - 一樣意思啊? - 不一樣啊... - 好啦蓮蓬頭... - 反正是... - 那會有遮蔽物嗎? - 看情況... - 抗... - 抗情況... - 要看情況啊... - 看似在那個... - 營區內還是營區網... - 會不一樣... - 營區內是... - 營區內就是建築物... - 就是一間... - 正方形的... - 然後一堆蓮蓬頭... - 你說大家排排站... - 有些會有... - 遮蔽物有些不會有... - 有遮蔽物有什麼好玩的... - 當面就是不要遮蔽物... - 有些中間會有水泥隔間... - 但是沒有蓮子... - 然後有些會有水泥隔間... - 也會有蓮子... - 然後有些是門... - 對... - 然後有些就是... - 只有蓮蓬頭... - 嗯... - 對... - 就是一排的蓮蓬頭... - 那才好玩啊... - 那才好玩... - 那才好玩... - 就是要跟大家share你的身體啊... - 誰要跟你share啊... - 要交流... - 交流... - 我不想跟你交流... - 等一下你是說你不想跟我交流... - 還是你不想跟大家交流... - 因為我今天晚上蠻需要跟你交流的... - 我不想跟你交流... - 喔是針對我嗎... - 那你想跟九一交流一下嗎... - 那你可以給大家一些有建設性的... - 意見嗎... - 就是呢不要擔心... - 不要害怕... - 不要緊張... - 我都可以度過... - 所以你們一定也可以等... - 如果用我的想法來解讀你的話語... - 應該是說... - 你這種小娘娘腔都過得去了... - 相信各位男子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... - 對啊我都可以了... - 還是海陸呢... - 它是一個爆的拍曲... - 可能... - 應言呢... - 欸... - 你這個說法就不對了... - 嗯... - 喜歡娃娃不代表你要好嗎... - 嗯... - 誰說男子你不可以喜歡娃娃... - 像這樣嬌羞柔弱的美男子... - 都撐得過去海陸這麼硬核的訓練... - 相信大家都沒有問題的... - 大家加油... - 那... -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... -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... -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... - 還有如果想追蹤我們的生活的話... - 別忘記追蹤我們的IG... - 我們下次見... - 掰噗... - 掰... - 有點大... - 幹嘛... - 斷掉了... - 我聽到了好大聲喔... - 是斷掉嗎... - 好痛... - 是斷掉嗎... - 好痛... - 好痛...